现在咱们全国中产阶级占大诸数 你没病没滋儿 有吃有喝 这就是最大幸福 你退休拿一万多也一样给你 现在你说社会好不好 中产阶级已经是现在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了吗 一起听听刘大爷是怎么说的 你觉得这个中国现阶段 什么样才能算中产阶级 现在咱们全国中产阶级占大诸数 占大多数 那是你吃得上饭 有点睡 家里彩蛋冰箱都有 有交通工具 你这都是产业 六几年谁下个自行车都羡慕你 过去接了回三转一响 你看怎么说 中国可现在大多数都喂就 就拿平允山区吧 他没有这种他还有那种 我吃不上饭 现在你看得下端着碗要饶饭的 我小时候经常看六几年 我经常看见 也没人给他 我说二十八斤买的两碗 我给你吃我甭吃了 没有生鱼 现在饶饭的都提高了 你给俩馒头 我不要这 他要钱 其实钱你再玩 他啥他们 不管哪地方 都盖上三层楼了 他还要饭 那马路上特讨厌 我没有钱都是手机 他拿出一个这个来 我一说他还有门 比我都强 我都想不出这事 要饭都扫碗了 要饭都扫碗 您主任干嘛去 我上东方委号 您去看那林中官崴去是吧 也不想林中官 你叫什么来的 哦 这实能 他那时候政府管不管啊 你上着班你开着公司呢 你半人不随了 就多给六百 所以你说国家现在优惠不优惠 你退休拿一万多 也一样给你 现在你说 收获好不好 你别比那个趁几个亿 那个 他那睡不着觉 是不是哪天就拿下 看很多人说 现在这个分配不公平 什么叫公平 什么叫不公平 现在能退休 一般的最低的人 吃低饱还拿两千多了 什么都没干过这辈子 进去又老了 一过多多多岁数 哎让你吃啊 你喝还不行啊 白面贵吧 你还得买好几百斤白面呢 这人不能没法比 人心无语说尊相 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你发着他有人就啊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要什么要求啊 你没病没滋 有吃有喝 这就是对他幸福 完了 我再给你算一遍 啊 一个人打生下来 那一个月就给五千块钱 什么钱 就不管什么钱了 就给你生活费 啊 就发给你国家 哦 国家发五千块钱 一月五千 一年是六万 十年多钱呢 六十万 一百年呢 哈哈 六百万 六百万 所以啊 现在这房子 一说这房子呀 七八百万 这一辈子啊 一月 你咱五千块钱 咱一百年 买这房子都买不去 对啊 所以刚才你说 什么叫产业 什么叫资产 所以你应该知足 毛着说 给你六百万 你还得吃还得拉 你啥被我追那买呀 哪来那六百万 大部分人买不起房 真要好说了 买不起房 那炒房真呐 炒一百万的房有的事 还也卖得出去 所以有这事行吗 有人呐 他算不起这个账 谁有账啊 就怕算 所以这一个人 有活活当下 挺好吃 你还就高兴不硬了 人家买房你不买 你有点住 反正不能让你 跟那动物是什么 过去窑洞生活 没钱买房 也一样都过来了 那根据地 陕西 陕西 窑洞生活了 不是也过来了 所以一个人心态 要平衡 反正一辈子 得理心态 态度的态 知足常乐 才是幸福的真谛 您认同刘大爷的观点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 留下您的看法 这期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也不算